汪小菲30日一个暴走 在微博开呛小S要吃太多 真实和过去的一家人撕破脸 如今又传出她在发文前的24分钟 被网友募集打架挂踩进医院 同行的还有一位睡衣女子 身上也沾有血迹 对此资深沟在葛思琪就再度踢爆 其实汪小菲早在25日 就因为吃醋张盈盈和一对男生唱歌大打出手 过程中她被人拿酒瓶砸中后脑 当场头破血流 甚至连牙齿都被打掉 她更加码爆料 汪小菲不止在还没离婚时 就带了小女子回家 而在得知大S和居俊叶在台北领镇 入住自己花钱购入的豪宅时 气到让干店员工深夜去前妻的家里搬光家具 到底是什么让她如此不悦又没风度 就网友挖出关键 原来是汪小菲的继父大大撞脸居俊叶 从光头到黑框眼镜都一模一样 不过因为汪和这位继父的相处并不融洽 她也很难接受继父 因此才会抗拒让孩子喊巨爸爸 妈妈和前妻都爱光头男 这下终于是明白汪小菲郁闷的原因了 而稍早汪小菲也在抖音开启直播 只见她脸色有点憔悴 右眼也明显有些红重 网友见状就立马询问 眼睛是不是被打中了 她则否认外面传言别太信 我眼睛好好的 不过还是有太多网友狂问她是不是被打 整场直播在短短5分钟就立马结束